第六题 陈上题若已知此化学反应物中有60个钙原子 则生成物中会有多少个钙原子 上题就是告诉我们要根据道尔吨的原子说 道尔吨的原子说告诉我们化学反应只是 那个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都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呢如果原来有60个钙原子 反应之后呢仍然会是有60个钙原子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呢 我们的答案呢应该选择的是C 60个钙原子 这题的原子上根本也用不到 我们只要知道道尔吨的原子说化学反应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我们就知道我们答案要选C 60个